我們又要開始直播了 Brian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夢買 那這裡呢是這個夢買的威爾斯王子博物館 然後也有這個 中世紀時期的印度歷史區還有自然歷史區 那在這個建築物裡面有兩個 外面有一個 那現在各位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呢 是他們的雕像區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印度各地尋找出來的雕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寫這個Sculpture Gallery 收藏了很多印度地區的雕像 沙拉姐 呵呵呵 叫姐好像怪怪的 我現在在夢買的威爾斯王子博物館 這是他們的雕像區 那在剛剛還沒講完在二次大戰的時期呢 這個建築物曾經有拿來當作印度的軍醫院所使用 那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呢 他們就把當時收集到的一些展品呢 收集放在這邊然後作為博物館開放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很多印度的雕像 那印度的雕像呢 大部分你都會覺得長得差不多 你很難去分出這個雕像在講什麼故事 那基本上呢你只要看到古印度時期的雕像呢 十之八九都是兩大史詩巨作 還有摩赫婆羅多跟羅摩掩納的故事 那基本上呢就是 想像就是他們的神話 然後你再從一些特徵上面去猜測 他是什麼神 那有一些簡單好認 有一些不那麼容易認 比如說現在佔的部分 那現在帶著各位上去二樓看一下 這個一樓跟二樓中間呢 還有一個小的區域 收藏了一些 什麼巴基斯坦的收藏品 石磚、地磚這樣 那他還有比較早的時期的 那基本上呢 來到這個博物館啊 如果一般旅行團來到這邊的話 打個岔這邊是這個武器收藏 那如果一般旅行團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夢買 基本上都會來參加這個 參觀這個博物館 但是這個博物館呢一般來說 我們會給大家 一點自由活動時間自由參觀 那門票通常是有包含這個 語音導覽的 但是這個語音導覽呢 實際上是只有英文 到目前為止是還沒有中文的導覽 所以如果有興趣要來這個地方 不管是自由行還是跟團來參觀的話 如果你想要了解幾個比較重要的展品的 歷史或者是淵源或者是故事的話呢 可能要稍微提升一下自己的英文 音聽能力 因為導覽只有英文 他也沒有文字的 就是不然你就只能看文字了 好那我們先 看一下二樓的展品 因為我的手機啊 特別沒有電啊 手機快沒電了 所以等一下上車的時候要充電 不過我等一下就要回去 那個飯店了 你看這個孔雀的雕像 蠻漂亮的吧 這邊有一些青銅器 還有一些雕像 其實之所以為什麼這個博物館會給大家自由時間去參觀 其實原因是因為 大家也知道 一個旅行團呢 每個人喜歡看的想要看的 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給大家自由活動的時間 反而對大家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因為你可以自己 多看 多停留在一些你想要參觀的地方 喜歡看雕像呢 你就多看一點雕像 喜歡看那個 古文明呢 看畫作的你就看畫作 看多一點 等等等等 然後這個區塊叫做 HIMALAYAN ART GALLERY 西馬拉雅地區 西馬拉雅地區 你可以看到 他有佛像 這個叫什麼 唐卡 唐卡 但是因為佛教呢 因為他們在歷史上面 他們跟印度教 變法的時候 他們處於下風 失敗 輸了 這個 不過老實說這個 博物館呢 如果你真的要慢慢看 其實也還可以花 蠻多的時間 像這個展廳呢 就是屬於放一些畫作 那我大概 帶大家繞一下 基本上這些畫作呢 也都是畫的 印度教裡面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印度歷史上面的一些故事 這樣子 那 待會這個 博物館參觀結束 我們差不多在 當地時間 五點左右 就會離開 然後就回到飯店 印度跟台灣的時差 差不多是 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 所以印度時間 下午五點 台灣時間還是晚上七點半 我們就會 離開這個博物館 回到飯店 那今天我們所住的飯店呢 是夢買 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個 一個飯店叫做 泰基瑪哈飯店 非常非常有名 那它有名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 它是一個 非常不錯的飯店 五星級 酒店 第二個原因呢 我與代表 保留 下次有機會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因為這跟一個 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有關係 那當然它也是一個 很豪華的飯店 而且飯店門口 就是一個印度門 那明天下午呢 先在這邊跟大家 預告 如果你有看到這一段 直播的話呢 先跟大家